接著看看楊子晶,楊子晶是香港市花 現在是楊子晶盛開的季節 他的歷史你又知道多少呢?陳美恩說說 在香港,不難找到萬六重中一點子 每到十一月到第二年三月是他的表演時間 楊子晶是公粉楊提甲和紅花楊提甲的天然雜膠種 1880年由法國外方全教會的神父 在薄芙林山邊發現 再用插枝方法培植,保留品種 1965年市政局將楊子晶定為香港市花 楊子晶的食物學名是Bohinia Bacchiana 包括了他的屬名Bohinia是楊提甲屬 至於他的總加詞是Bacchiana 話說這個名字是以曾任香港港督 博力爵士和夫人的姓氏來命名 是藉以紀念他們對香港植物公園的支持 九七回歸,他成為特區區區區徽的圖案 楊子晶在港島東、沙田、大埔、屯門和元朗比較多 一般壽命有三、四十年 楊子晶自開花,不結果 那怎樣開枝散葉呢? 楊子晶在楊子晶樹剪一枝粗壯的枝條 再剪平楊提甲的樹幹,解一個缺口 將楊子晶枝條插入楊提甲的樹幹 用布紙和膠紙封口 種出來的楊子晶可以見到接合處的橫行 上面是楊子晶,下面是楊提甲 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個楊子晶標本 是由1880年第一波被發現的楊子晶身上 培植出來的 因為一直都是用人工方法培植 昔日的楊子晶和今天我們見到的楊子晶 由品種到基因都是一模一樣 當年市政局沒有解釋為何選楊子晶做香港屎花 但在不少人眼中,它代表了香港不平凡的身世 香港亦是一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 它本身亦是很有能力展現自己的美麗、燦爛的一面 它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食物 在一個這麼差的條件裏面 它可以一直保持、保存下來 可以說有奇跡 如果當時沒有人發現它 沒有人披露了它,它根本已經不存在 他形容楊子晶的誕生和成全 既是偶然,亦是恩慈 無線電視機仔,陳美恩報道